其實都算是算不到的 算是算上船徽 我們四個人和船飛一樣 只不過是先免費 免費不能講,免費等到12點半 唯有用錢 用錢就快一點就先去家 我那時贏了之後 就自己去Starburst那裡飲咖啡等伯母玩 這個是一個名字選擇,不要逗留 對,真的 我一贏我就走了 你去澳門,你那單拖或者幾個三年口 你去賭場逗留一會兒,又不玩 就會有人來兜搭你 是啊,是啊 尤其是男生多些 你有時看過很多案件說 有個青年去了上澳門玩 然後被人夾回來 是啊,是啊 又差了幾十晚 有時就是有這些人兜搭 我也試過,有一次晚上去工作 當然沒事做,當然去賭場兜搭 搏一下大小 之後就會有人兜搭你 可能問你,要不要船飛 是不是女兒來的? 兒子來的 他一來就兩三個人來夾你 我跟另一個同事而已 他問你,要不要船飛? 那不要 要不要錢? 不要,要不要女兒? 又不要 那你問了很多事情,你要不要 嘩,什麼都有 接著問都不要,接著問你為什麼不要 什麼時候才要 就是他會開始兇你 然後你不要,你來做什麼 就是會開始兇 嘩,這麼恐怖 會啊,我真的試過 這個真的試過 我真的,幸好就是我身邊的同事 是 他都離開,即是他都來過的 他都懂得怎樣去推 灑走那個人 灑走那個人 那因為之後他看到,你兩條水魚都按不到 然後轉去找另一個人 然後我們在玩的時候 也看到那個男人 開始向別人賣手 就是有這些人 但我不知道再深入一點是怎樣 因為經常有人說被騙了 是啊 但不知道怎樣騙 沒有人 很少有人說到這件事 說真的 一萬元 他騙你的意思 可能是 因為你借一萬元 所以他要你還十萬元 這些就是騙 哈哈 但其實你自己知道是要借錢的 是要還的 也知道 但是只不過被騙的意思是 明明一萬元變成十萬元 我想會不會像電影橋段那樣 就像賭場面有些人說 啊輸了 借一萬元給你先玩 贏了就玩給我 哈哈 大小而已 二份一機會 這場輸 二份一下場應該贏的 就是會有一些人去哄你的 其實賭這件事 我身邊都試過有朋友 賭足二十四小時都不肯吃東西 不肯走 是 拼去贏 但其實我們知道他在輸的 其實根本是 輸開有條人 贏是萬中無一的 而且對上兩個星期 我也聽到有同事的朋友 是 去賭 已經賭口數了 賭到去 嘩 口數沒得爭 18萬 輸了 翌日馬上不上班 真的有 是啊 但是我心想 既然是口數的話 你今次賭18萬 你下一次賭36萬 是甚麼場地 你36萬 你已經可以贏一半 還是口數的 你怕甚麼 翌日又要穿草 不是 你是在哪裏玩 在哪裏 在哪裏 甚麼場地 一個 即是餐廳地方 是啊 即是跟老闆 和同事 和同事 口同鼻爭 認真 譬如你是我的老闆 是啊 我是你的伙計 即是伙計也好 廚房也好 甚麼都好 下場 下場便賭 最初賭現金 越賭越大 沒有錢 沒有錢 那就賭口數 是啊 然後18萬 第二天已經不上班 我心想 如果我是你 為了18萬 沒有了份工之餘 又得罪 又得罪人的話 不如我第二次賣36萬 如果有得咬的話 我相信你老闆也不會丟他 或者那個老闆也不會丟他 是啊 是啊 即是有得商量 當然是分工 去那裡還船 那裡還船 那裡不需要的 當然那個內涵就是 我不知道還 即是我知道的事實就是 不知道還幾晚 你肯不肯 老闆錯了一條氣 不肯 嗯 其實當初他就算答應你一萬元 你當然先把袋子 其實我不是 你見了一個人先 是不是 我其實覺得 這些口數的東西 或者是賭 即是不要扯人那麼行 即是 即是這些根本 不是 你怎樣算18萬 一晚來講 一個晚上而已 不是 你每次玩三公 你怎樣賣 你不是幾雞幾雞的賣 你計的 還嚴重 是不是 18萬 我心裡想 如果真是口數的話 我不會著草 口數這些有得商量而已 其實 你知道這些全都是冤枉錢 不是血汗錢 對不對 口數這些 你第二次買36萬 我再不贏的話 我就買72萬 我想下去而已 我是不是都贏了一個本人 你想下去 是不是真的還得到 即是 不是 你總有一局會贏的 你只不過還不到口數 即是等於 你這局買一元 不行的 你下局買兩元 你至少又贏一元 如果贏了 你可以還一元給別人 是不是 不是 如果兩元不行 你就還四元 你還不到口數 對 以前很有錢 就輸了很多 因為賭 因為賭 輸了很多間地鋪 樓 然後搞到要在餐廳打工 我現在知道賭球也有 其實很多人賭球 尤其是世界杯 世界杯上次已經有個 賣意大利 這樣去跳樓 那個真的 我都不知道 就是 很可笑 有些人試過買球 搞到 按了一層樓都要賣 搞到老婆 是呀 那我知道 我有個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他們很喜歡 我那個朋友 其實就是我的同事 很喜歡和我一起 想一下球 量一下球 這些球 又沒有追 他又拿信用卡 是 拿一筆錢出來 是 就是可能 套一筆錢出來 套一筆錢出來 買球膽 即是怎樣 現在這場球 有即時投注 是 那場球已經打到三比零 一方已經贏了三比零 是 那我朋友就懶得 就去信用卡 那裡 按錢出來 就是拿十萬 不知他怎樣 不知怎樣值十萬元 是 按出來就可以了 那其實呢 跟EPS那些卡 你如果買即時即場 贏了三比零那隊 那個賠率應該是 1.01 這樣 1.01 就是1.01 就是說 你買十元 才賠一毫 一毫 是的 是的 那他就拿十萬 不是 一百元賠一毫 一百元賠一毫 那他就拿十萬元出來 打算去搏 我怎樣都 打算 3比零 不是買3比零 只買那隊贏 那也收拾一點錢 就是幾千元 幾千元 就算一點多 你十萬元應該又一千 不是很少 很少 但他這樣去搏 他覺得這樣是穩妥的 買即場 但是最後想不到一場 就是峰迴路轉 追回3比3 哇 那他這傢伙就馬上 現在還在還錢 是啊 那他變相就是 他發誓以後都不能賠 那你真是活該 到這件事其實 十萬元買個教訓回來以後 都不能賠 值得的 因為十萬元不是多 不是多 真的 你有本事 一個年輕人有份工 你有本事還得起 是的 但我也多餘了 那當然 我沒見過這種人 我見到有這個例子 我已經不用浪費十萬元了 就是我見到已經有個水魚了 那個傻子 一盞明燈 不是這個真人真是 有人會這樣做 因為有時候 馬會的賠率 是很欺人的 有時候你放這麼大 還在放判出去 給人買 其實有些人 就重促想吃這些利 嗯 少少都叫錢 是啊 就是我十萬元 我十萬元是本來的 根本你沒有可能 根本只有一個百分子機會 會追回和弟 誰知道那個百分子就是成年 說真的一個百分子 就吃了你十萬 我賠這麼多家 我也有個數字回來 是啊 不過如果說回來 就是香港人賭 我們 撇除了 就是我們可能經常聽說 每個人都會玩一下賭錢 就是可能玩一下球 但是其實我如果衛生來說 就是 夾了幾個朋友 打一、二元麻雀 其實我覺得 還可以 是娛樂來的 其實我以前是不打麻雀的 是啊 我也是和我的朋友打開 可能有時候不賭錢 都是一些 一、二元麻雀 是 那次真的這麼幸運 真的打很大 是 如果一刻起來 是可以千千聲上落 我不奇怪 當然 是 那次我都 撿到這麼多錢 第一次打這麼大 你好像說 三、三元一番 幾一元一番 哇 很好吃的 你知道嗎 如果你對著那些 喜歡玩到爆棚的那些 有些沒有說幾 即是三喜福 幾番爆沒有說 有些說到十番爆 有的 就是每次吃過爆棚 你都挺黃味 加上 我自己都不是一個 打麻雀的人 嗯 我為什麼會打麻雀 因為以前有些同學 是 講的是上到可能讀到 就是大專 有些同學仔出去 吃飯打麻雀 是 我才混在一起玩 我都試過打麻雀的時候 你知道我住港島 我搭車去屯門 是 大家已經知道 車錢已經浪費了 是 那之後打了 贏錢的 不過我很小 可能我三番四番吃 是 贏了百多二百元 這些袋袋 想著 除了車錢 撿回幾十元算 最後最後一圈 輸回 不是最後一圈 是 渡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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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渡輸 真的哭著走 那一刻真的 糟了